马上就要过年了 新竹市妇女社区关怀协会最近忙得不可开交 因为他们准备了600份的年菜 得要赶在过年之前送到弱势民众的手上 特别感谢肖志杰议员带领社区妇女关怀协会的姐妹们 以及集结了许多的社区的团体 一起来募集我们弱势家庭的年菜 那今年虽然疫情的支故 可是还是为我们募集了45份的年菜 可以帮助我们45个家庭 150人 那我们真的是让我们的弱势家庭 在过年前不用担心 没有钱可以准备年菜 今年的年菜得来博弈 主事的新竹市议员肖志杰说 受到了疫情的影响 募款活动不能举办 但发现有很多的弱势民众都期待着年菜 他仍然咬牙撑下去 所信各方好友仍然相挺 让年菜经费的募款顺利达标 今天我们的活动 在一直考虑研究中终于完成了 那在没办法办疫卖的一个活动 原优会的时候 我们几位主办的都很犹豫 又很担心今年的筹款 可是感谢各协办单位 跟主办单位通力合作 所以我们抽到79万多 所以让我们这次的年菜 如期完成 感谢肖议员这次让新竹清晰妇女学位 主办这个关怀老人的一个送餐 也更感谢所有清晰妇女 慷慨减囊 为这个活动出钱出力 谢谢大家今天一同来参与这个盛会 这份年菜大礼内容相当丰富 有素菜也有葷食 一包里面有四菜一汤 为了让长辈吃的健康 肖志杰找来营养师跟专业的料理厨师 让年菜营养健康又不是美味 希望让独居的长辈 还有弱势的家庭 送上一份最棒的年菜大餐 凯破新竹林彦斌采访报道